大家好 这一节将在原子的量子化能及的基础上 描述半导体能带的基本形成机理 引入决定半导体本人越前的能带三要素 对多原子多电子构成的晶体 将上节得到的单电子原子模型的能及概念加以推广和拓展 就能得到晶体的能带模型 对于能带的定量描述是固体物理的能带论的范畴 这里仅从定性意义上理解能带模型 并由此描述理解载流子的跃迁 能带模型的优势在于 能够在能量空间描述和理解半导体中载流子的跃迁和输引行为 能带理论主要有近视自由电子模型 紧束缚模型以及低性原理 能带既是空间位置X函数 也是晶体中架电子波数K的函数 所以能带图有1X图和1K图两种 下面我们将以归为例来说明能带的形成 当原子之间的间计足够大时 原子可视为孤立原子 孤立原子没有通常的晶体中的原子与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电子可声交叠使得电子可以从一个原子的可声转移到相邻的原子的相似电子可声 这就是电子的共有化运动 最外可声的电子的共有化运动最为选择 形成晶体后 原来的孤立原子能积发生移动分裂 分裂的能积极具成为能量值非常接近的一系列准连续能积 它们覆盖一定的能量范围就称为能带 如图所示 内壳层的电子原来处于低能积 共有化运动弱 所以能积分裂小 故其能带窄 外壳层的架电子位于高能积 共有化运动最为显著 能积分裂也最为显著 所以其能带是很宽的 当相邻原子的间计缩小到晶体的原子间计时 能积的进一步分裂最终导致出现 引起的能带 即引带 相邻引带被称为近带的区域分隔而开 在近带中 没有引起的电子存在的能及 近带上面的引带是空带 结束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